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今晚 醫管局員工連線 就和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昇展開談判 在這個談判之上 工會要求高拔昇向特區政府提出全面封關的訴求 可惜不獲答穩 於是工會主席余慧明正式宣布談判破裂 而且將會在明天 即是2月4日開始 展開一連四日的第二階段罷工 這次的公開對話歷時20分鐘就完結了 首先要給點掌聲 這些醫護人員 一定要是全方位 我覺得不單是我們這些網台 而是大家亦有 都要全方位在不同的平台之上 對於這班醫護人員 作出支持 以及鼓勵 因為全靠這班醫護人員 肯去發起這個罷工行動 擔起了社會的責任 才可以逼使得 林鄭月娥 在今天下午再推出加碼封關的措施 只不過 大家千萬不能夠收貨 封一點又不封一點 這些根本上對於防疫和抗疫 是沒有任何作用的 照樣都是中門大開 所以大家一定要堅定這個信念 不要被林鄭和那班廢官 傭官 拋擠了 我就以為 封多幾個關口 就可以分化到 和離間到那些醫護人員 這些行為是沒有用的 現在已經不是說什麼黃藍 什麼政見 林鄭月娥 現在說的是性命有關的東西 林鄭月娥 你看你的壞款 上一次 你出席這個記者會的時候 就戴上了口罩 當然就被外媒CNN 嘲笑你 諷刺你 一邊就推行禁蒙面法 一邊就自己怕死蒙著臉 戴上了口罩 現在夠膽死了 在下午開記者會的時候 連口罩都不戴 大家想想這個人 是可以瘋癲到一個什麼程度 是可以 為了和香港人對立 為了和香港人鬥氣 是可以連自己的命都拿出來 這是教非的人 所以你千萬不能夠深遠對於這些人 是喪的 告訴你 好了 而且林鄭月娥面對的壓力 也是非常之巨大 因為 明天如果這個罷工是搞得成功的話 就將會是香港開埠以來創了一個紀錄 就是單一專業界別 有近萬名的從業員罷工 這個是以往從來沒試過的 過去這麼多次的罷工 不是拉閘成軍 就是很多人一起做的 跨行業 跨界別 這次只是醫護界別 就將會有接近一萬名的從業員 出來向你林鄭月筆 要求你 作出全面的封關 而且這一次 和以往那麼多次的罷工 有什麼巨大的分別呢 就是他們不是為了個人利益 而是純粹地為了公眾利益著想 是完全牽涉到他們的薪酬 待遇 福利 這一點就值得所有香港人的尊敬 而且這一次正正就是因為 他們是為了公眾利益著想而搞這次的工業行動 所以他們獲得的民意支持 亦都是以往那麼多次的罷工 最強大的一次 因為以往那麼多的罷工 有些人就是覺得 你爭取自己加薪而已 我看新聞就算了 關我屁事嗎 不關我事 但這次不是 這次是關乎我們全香港每一個人的性命的事 所以他們獲得的民意基礎 亦都是最強大的 林鄭當然面對著這個巨大的壓力 你就無企可行 網絡有些消息就說 醫管局已經急忙找很多退役醫生 就走回去締補 喂 實情 如果有接近一萬人出來反你 你就已經是要接近跪低 是不是 本身你那個醫管局 無論醫生或者護士 那個人手都是短缺的 都是捉襟見肘的 我現在突然沒有了一萬人 接近一萬人 一萬人是說幾多 差不多兩三間醫院的人手 那裡是 一萬人 那裡是 林鄭還不跪低 你就等什麼 是不是 那時候不是這些醫護人員要犧牲病人的利益 是你林鄭月娥犧牲了病人的利益 是不是 當你再不搞全面封關的時候 當那些武肺再傳來傳去的時候 從外地繼續傳入的時候 受害的 只會是全香港的市民 對不對 林鄭 你繼續來鬥氣 是沒有用的 發動那些所謂的 群眾鬥群眾的策略 這次是不會湊效的了 你只能夠娛弄那些 到目前這一刻還傻傻地走去反對封關的那些深藍極藍的傻 你還有什麼民意基礎呢 是不是 連淺藍的那些 連理性藍 知識藍都走了 是不是 你都發瘋的 還不封關 現在不是再說黃黃藍藍 你想想連田北俊也要帶領他那些自由黨的元老劉建宜 周梁淑宜出來 都要向你勸奸 叫你封關 連民建聯今天下午也出來了 那你又等什麼呢 是不是 不要再說陰謀論 你說了陰謀論 其實是為林鄭月娥這個千古罪人來開脫 林鄭月娥絕對有足夠的自治的聖餘權力來推動這個全面封關 而是他有權不容 他是消極不作為 這個真的是千古罪人要永久在歷史的恥辱之上 是比秦潰更加不堪的人 那時候在說性命有關的事 你還等什麼 現在最新又有一個消息 就開始出現了一宗 沒有外遊記錄的感染個案 該名的患者在油尖旺區經營賓館的64歲女人 她昨天入住了伊麗莎白醫院 今天情況急速轉差 轉去馬加列醫院的隔離病房 情況危桌 據了解 這一名的女人是沒有外遊記錄的 只不過另外又有消息說出來了 就說這一名的女人曾經回過深圳 但是就沒有說到日子 其實這個牽涉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你政府這個所謂衛生防護中心 你既然要搞這個所謂流行病學的監測 為什麼你不向入境署取得一個授權 就是你問入境署拿那個病人的外遊記錄就可以了 當然這個是會牽涉到所謂病人私隱的問題 但是你非常時期 你也有一個非常的手段來處理 是不是 既然有些病人是慣性跟你說謊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直接問入境署拿資料呢 你這個對於其他人都是一種的保障 如果他回過大陸或者去過外地旅遊 而他故意隱瞞到最後一刻確診了才告訴你 其實對於所有的醫護人員和其他的病人 都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相信就算在這個問題上 就沒有什麼人會走去反對 雖然是牽涉到所謂病人私隱的議題 但是在這個危急關頭 我相信沒有人會走出來大力反對這件事 而林鄭看到這些沒有外遊記錄的感染個案 他一定是非常之寬懷 他就是在等待這個社區爆發 一旦社區爆發他就拆彈了 他就政治危機解除了 所以其實這個罷工行動 都是同一個時間競賽的 因為醫護人員就說明了 一旦社區爆發 他們就會返回工作崗位 到時候就沒有人再向林鄭施壓 搞這個全面的封關 到時候我猜很大機會搞不成 其實呢 沈旭輝教授他的意見 跟我都好像所見略童 他就說到 林鄭的期望 就是社區大爆發 到時候民意就怪責醫護人員 罷工就將會無疾而終 他就煽動群眾鬥群眾 取回政府的公信力 相當無恥 這個就是 沈旭輝教授的意見 小弟也跟他幾類似 好了 再說 關於巴士業工會 他們就發表了一個聲明 他們說什麼呢 就回應今天政府的所謂防疫記者會 他們就說特區政府的防疫措施 至今仍然落後於其他地方 直至到今天為止 都不肯全面封關 只是將人流集中在深圳灣口岸 和港珠澳大橋口岸 新措施就直接會增加 對於巴士前線員工的威脅 這個巴士業職工會聯盟就認為 政府必須果斷執行全面封關 假若醫護界的罷工未能打動政府 就保障業界從業員 健康和公眾利益著想 這個工會將會籌備 緊急會員大會去表決 通過罷工和工業行動 喂 做得好啊 我們為他鼓掌 一定是要這樣做 因為自己的命很重要 是不是 你現在封殺其他關口 很簡單 那些人就坐深圳灣口岸的巴士入境 坐金巴入境 是不是 事不然就會增加了對於司機的性命威脅 是不是 所以他們做得好 這件事要鼓勵 做得好也要鼓勵 是不是 是其是非其非 還有網絡有些消息傳了出來 就說原來大陸的關口 現在都開始對於那些 非探親和非商務旅遊的旅客 就勸反了 在關口 深圳市已經在做這些事 有些人在深圳灣口岸 已經是過不了境了 普通的遊客 而且 大陸有一些所謂自由行的簽註 就算是批了給他也好 這是遼寧省的出入境部門發出的訊息 為防控肺炎病毒疫情 港澳地區以採取出入境限制措施 現在赴港澳旅遊會被阻止入境並退回 請你推遲行程以免不必要的麻煩和經濟損失 人家開始發出這些訊息 大陸都開始做這些事的時候 為什麼你還不做呢 你到底在鬥什麼呀林鄭 你想怎樣 一個人連自己的命都可以 拿出來鬥氣的 真是非常恐怖 告訴你 香港人前世做出些什麼 得罪了他 欠了他很多 啊 搞什麼呀 封關啦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林鄭月娥 真是 好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